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没玩过 我看学生玩 因为我看到我当了几年的大学的社馆 看到他们不断的变 以前玩三国沙 后来玩什么英雄联盟 现在是玩王者荣耀 真的是蛮迷的 那我就看他们玩 可是我觉得说重点监管 监管他的什么呢 是不是说一个游戏 不管你叫他是不是一个游戏 他还是好玩的 那不能太好玩 任何的东西太好玩 像对我来说打麻将一样 非常沉迷的 上AV网也一样 看大婆打小三也很沉迷 对 你要说这个 我倒想起来 打麻将的银能借吗 要很辛苦 你要家里娶一个很凶的老婆 才能借掉 那我成功了 对 美杰可以报告一下 关于凤凰卫视玩王者荣耀的情况 我觉得我们一半以上主持人都沉迷 都不知道在我们楼上 那个主持人小房间里面 就有一会黄姓女主播 以及万姓男主播 以及很多的男主播们 他们就会开始组战 对 然后拨早班车也是这样 就是早班车的 几乎所有主编都是站队的议员 所以每次早上开始吃早餐的时候 大家就在食堂里面疯狂的开始 那个打王者荣耀 就呈现一个大家都已经重复 那你为什么不打 我首先我两个原因不打 第一是我以前 就是上面有个哥哥 那我们就身为老二呢 都会有一种 知道哥哥被揍的事情 千万不要做 我哥小时候就是 对对对 就是他都去那种网咖打电动 或什么就被我妈毒打 所以身为老二就有一种假装乖 就想说我不会打电动 然后再者是我真的是 这个我是有测试过 手眼睛跟手不大那个协调 所以我 失调是吗 就也有一点点 所以我其实是手脑 有点不大协调的那种人 所以我打电动一定会死 我也是 对 我也是就是说身体协调比较差 就将来会得那种硬化 多发生硬化 是这样吗 不是早就得 上回消气 这个咱们主持人应该提倡他们玩 因为都是成年人 也不叫提倡了 但是现在问题在于 小孩 这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不仅是王者荣耀的问题 所以说这个人民网也不是开玩笑 他当然不是开玩笑 对吧 他很认真的 这是个很认真的 这是个事关人类的 科技时代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有严肃性 所以这个你知道腾讯 出台的这个大动作 就是史上最严格的防沉迷的这个机制 而且它是一套系统工程 就是你现在你要认为 就是说腾讯那帮开发的 说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觉得恐怕也未必是那样 就是我看他们采访 他们一个就发明这个游戏的创始 他那意思就是说 我们实际上早就不是说 因为人民网说了我们才能 实际上我们早就有这个防沉迷的这个程序 而且他们还要系统工程了 就我注意到他们的倾向 就是说 我们这里边有夏侯敦 对吧 我们这里边有小桥 虽然小桥穿的就跟一个小桥短情 还小桥 但是呢 他希望把它引导就所谓的正能量 比如他现在要搞一些历史故事的节目 就借着这个让大家学习历史知识啊 所以出台就有一个叫什么 共同安全什么平台 你知道那原理吗 他现在是两个 一个就是说实名 实名呢 但是我发现这记者也挺狠的 中情报的记者啊 就偷偷上去玩 就发现呢 还是有破绽 当然他们也承认 就说问题在于啊 实名 实身份证 什么认证 你到现在为止 它不光是一个网站 它是整个互联网 这都是个大难题 你如何做到 它不用小号啊 或者说是社会上 打别人的号啊 社会上有很多 你给钱就帮你弄这个东西 他们腾讯也说了 说我们已经打击了很多很多 第一天就被破解了 然后第一天就很多商家 就直接几千块 我就帮你开一个 你就算魏晨宁 我也帮你开一个 什么几千块 几千块啊 几十块就有了 对可能几千块 开一个可以抢九碗 对对对 你要的话几十块 就买一个身份 太简单 所以股民的反应最快的 这事情一出来 第一天腾讯的股价 就往下掉了 掉了百分之四 百分之四点 第一还是四点二 第二天 全不涨 因为所有的 因为我看 这好玩就在这里 就是当腾讯第一天要设 然后开始往下之后 所有的游戏类股都跌 但是第二天早上 你看到所有的经济日报 什么什么都告诉你说 大行建议趁低买入 所以隔天马上就反弹 我想说 所以昨天的指示叫 我们要好好 是真的 真的呀 趁低买入是个机会 他腾讯肯定将来火 所以我一开始说的 就是说重点在于说 什么到底要监管什么 你监管它 不能让这个游戏太好玩吗 只要任何东西 所以我举麻章作为比喻 只要任何东西太好玩 那一定会沉迷 所以重点不是去批评它 像你引进什么 历史知识也好 这个那个也好 没有用 它还是会沉迷 历史知识假如你太沉迷 也塞了一堆的这个数据 一些什么 没有用的 那所以说 为什么我们会沉迷呢 因为这要太好玩 为什么这要太好玩呢 相对现实社会 太沉闷了 太闷了 我们的书太闷了 当然游戏世界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啊 这个你看我看这个人民网新华社 这包括这些官方媒体的评论 就是说现在你很显然意识到 不是说在说它好或不好 而是说你管或者不管 不是说现在连国家都意识到一个规定解决不了问题 对 这种这东西啊 就是这个互联网的这个这个大潮啊 你现在他们现在提出来的就是得三级管控 就是说实际上啊 光靠国家有关部门监管管不住的 对 光靠网站自己出一些防尘迷的这个机制 也不能够完全奏效 其实我觉得 必须还加上家长 对 家长跟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都回一圈啊 又都回到你说到根上 你看他们现在开始说这个安全平台啊 就干脆就是说帮助家长啊 锁定不是锁定账号了 锁定硬件设备 对 就是说你们家这小孩 未成年小孩啊 你这小孩 他只要拿这个手机玩 家长一键就给他锁死 你看 他现在说 简直是个系统工程 来对付这个 我觉得其实家长在这部分呢 要负很多的责任 你看这些小朋友长大的时候 就是跟手机 跟互联网一起长大 就跟可能 我们那一代 我们可能跟什么其他的 比如说你可能玩橡皮基因沙袋 或是什么 或是这个任天堂游戏机长大 这是他们从小生长的 很多的父母小孩子一生出来 可能一次带出去玩 手机就给他玩 所以他已经从小习惯玩手机 然后你现在突然跟他说 因为这个游戏对你不好 所以你以后不可以玩手机 不可能啊 就像你每天都在吃 你每天都在吃饭 你今天刚才说你从此以后 再不能吃饭是一样 我觉得很多家长都会觉得说 是因为游戏太好玩 小孩才会沉迷 但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家长呢 在某个年龄之前 他都会觉得说 没关系 他只是一个手机游戏 不影响到大功课 可是等到他们大了 开始上课之后 他觉得影响到他课 他才觉得说 那你不能玩 那我觉得这个小孩 我觉得这样对小孩来说 也是一件非常不公平的事情 其实这里面有个部分 家长不是说会那么乐观 觉得不影响 知道影响了 可是拒绝不了 我看到太多了 二十多岁 三十多岁的年轻朋友 生小孩以前 太太怀孕了 他们一定说 放心 我们不会给我们小孩 跟像其他小孩一样 几岁以前不准碰手机 可是无一例外 当小孩生出来 到了两岁 三岁 四岁 可以坐着的时候 一出来就 手机丢给他 iPad丢给他 为什么 他明知道不好的 没办法 他不想小孩哭 不想小孩妨碍 我们大人聊天 说八卦 说是非的 所以他拒绝不了 你面对了 我觉得身边 现在我身边的家长 对于这个游戏 处于普遍一种迷茫状态 所以我觉得 他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我们需要正视 这个游戏对人性 乃至于对于未成年人 他到底怎样 才是合适的 我发现 没有一个家长 有准仆的 你知道我身边 有的家长 思想非常前卫的 他不管 他就属于 他就玩吧 就玩 他就玩够了 自然就不玩了 他就就 我身边有的家长 还是知识分子呢 就越知识分子 你知道吗 越容易掉高 实验室 他就想 他说人类的本能 就是游戏 人类 我们小时候玩尿泥 对吧 他们现在玩游戏 本质上 没有什么两样 满足儿童游戏的天性 真这样弄 可是呢 那不是大多数啊 更大多数的家长呢 是 行了行了行了 又玩了 但是呢 他是没有原则的 因为呢 你看现在就说 晚上九点 他们现在的房称民 晚上九点 夸气未成年人 你就玩不了了 但是他们就说了 好 家长你一见弄的不能玩了 你晚上九点 你还打麻将 那你让他孩子干什么呢 今天我还问一小孩 我说那个 连小朋友之间 我连小朋友之间都在传 小朋友太天真了 小朋友说 我听那个 教你跟我说 说那个 就说那个什么 几月几号就不能玩 王者荣耀了 我很想知道 小孩的社会学 我说你知道 为什么不让玩啊 不知道 然后你看 担心的是成年人 我问他 我说那你不玩王者荣耀了 你愤怒吗 小孩不会像成年人一样抗议 小孩说那我就玩别的 对啊 就说玩别的 他说有别的 好多游戏 其实只要同学们 在玩其他的 小孩都是这种同才效应 就比如说 大家现在都在玩 王者荣耀的时候 大家就疯狂玩王者荣耀 但你记不记得 在早前一天玩那个 Pokemon 就是玩那个 抓精灵的 对抓精灵的时候 你看大家也是大街小巷 要疯狂 那时候也大概说 要禁止啊 什么不能用 什么不能玩 但我觉得有时候确实 真的我还蛮赞成 那个知识分子 说那就玩吧 你玩到某一个点 你发现他已经 你已经摸透了 他的套路 你就觉得也就这样 有的人不知指的 摸不透在 不是指的 你记得吗 就玩到美国去了 玩到人家家院子 捉精灵 结果给人家一枪 打死了吗 美国那个合法持枪 进我家门打死你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玩的那个 电玩那个游戏啊 要叫今天孩子们 说那都是 旧时期时代的 玩的 什么打坦克 什么的 但是我 就是因为这个 王者荣耀实际太火了 我们组里的 都在玩 我旁观了一下 我发现呢 他也挺有意思 就经常有那个 就是感觉 喊着口号 在战斗 对对 抱歉 你挡路了 然后就是 我发现就是像什么 勇者之士 甚于生死 阁下 你的手机 已经在我手里了 就是 我觉得是一种 很有趣的亚文化 你看赵云 对吧 夏侯敦 但是 他从历史里 取一个符号 夏侯敦 是独眼 他也是独眼 但是那个半下 完全是二次元 这就动漫一样 你说 这能算游戏历史吗 嘉惠 没有 那是历史游戏 这创意游戏 因为假如你要说 他的好坏 什么沉迷 当然是要提防的事情 你说好的话 这训练小孩的创意的 他觉得说 为什么历史 只有一种可能性 就像野史 都有不同的方式 不仅是一段历史 不仅是一段历史 一个人物 你刚用到符号这个字 对不对 一个独眼也好 一个甚至一个名字 荆轲 他的身份 为什么他不可以是其他性别呢 甚至是中性的 甚至是个外星人等等 其实是解放了小孩的想象力的 问题是 这要想象力 能够被引导到什么地方 你是周星驰那一路出来的吗 当然 所以香港人的创意 又说新一代的 无泥头文化的创意 我们看到他弹性 创意 那个部分 可是当然 重点还在于说沉迷 为什么沉迷 因为文涛刚讲到 我跟你一样 我比你大一段年纪 还是以前玩那些打坦克 你也打坦克 对 可是跟现在的不一样 就是说现在还是回到我刚说太好玩了 好玩到是说你没办法拒绝 等于我们以前讨论喝酒 讨论吃药 有人说为什么吃药 摇头碗什么什么绝对不好的事情 可是为什么那么难接呢 因为他太快乐了 他影响改变了你的生理 这个游戏 好多人都已经做过研究了 我们也谈过 他不仅是心理上好玩 他是不断地刺激你大脑的某一个区 让你那个麻木了 让你麻木了 而且会产生一些其他的作用 比方说你会容易生气 会有攻击性 会攻击 压不住你的攻击欲等等 那所以如何防范他沉迷 这个因为有他的生物基础的 那当然要需要去注意 我觉得还有一个是人很孤单 我觉得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玩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小朋友说他们为什么玩 他说因为我这样才可以跟其他同学一起玩 我跟你打同一个转调 我跟你去交朋友 我可能现实生活上不见得可以跟你当小朋友 他说我在电动玩具中可以当小朋友 我父母可能小朋友旁边也可能家里 就是父母也忙自己的 也很少跟他们有关注 或者是他的关注度没有在游戏里面得到的高 他在游戏里面得到了某种有朋友 又有成就感 我们一起去做了某一件事情 这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 他并没有得到的满足感 所以他结合了社交游戏 他这个里边五个人组一队 对吧 就是有的人谈起恋爱来了 还有的 是啊 然后就是他这个东西说厉害在哪啊 你像那个英雄联盟啊 那还是在电脑上玩 这个叫手游 手游 他们说这手游该手银 不是手银该手游了 手游 就是哗 太方便了对于孩子来说 而且呢就是 也比那个英雄联盟啊 就好像更容易进入 随时随地 而且呢你看本身 而且他们就说这个里边啊 我看到那个FD中文网 有一个人写的一个文章 现在你要是学者写这个 像咱俩玩坦克的 就没资格说话 人家就先得摆出来 这比人沉迷这个三年 打到了什么 现在的level是什么 大神的级别 现在我有资格跟你说说这个 就是这位学者 他的感觉 他觉得这种王者荣耀的这个毒性啊 他觉得他他觉得比跟香烟可以类比 就是或者比香烟稍微再轻微一点点 他说就像香烟你看也是合法的 但是呢也需要适当的限制 就是他也是跟你就是说这东西真的沉迷了 那是可以玩到没底的 他也他自己的这个体会 任何的东西沉迷都可以没点了 他要必须我没看见文章啊 他必须要指出让你沉迷的基础在哪里 比方说香烟稍微进血的 李古丁等等 他讲到一点就是快速反馈 快速讲上 他说你在人生里 其实就像你说孤独 另一方面是不是啊 你看佛家讲啊 人生啊有这个疾苦啊 生老病死有一个很关键的苦啊 求不得苦 不如意的苦 对吧 你像这佳辉想得个诺贝尔奖 等到今天 快了快了快了 快了快了 得了个台湾的奖 台湾很大奖 就是说你明白吗 你在生活里啊 他不是那么马上 但是你在游戏里 你可以啊 马上见着 马上见着啊 有所回馈的感觉 就是我以前说过赌博的快乐就是这样 马上挑战命运 赌钱的人一定性邪的 你觉得说马上 很奇怪啊 有倒霉守风顺的 你感觉你马上跟一个超能力 有这种跟他挑战的感觉 所以道理是一样 所以我刚讲的是 更另外一种基础 它改变你的生理状况 当你玩多了 那个沉迷在于说 你的大脑某个区某个点 是被改变了 不容易把它转回来 可是有一个很重要的 文韬刚也说了 有些朋友说 你就玩吧 玩够了你就不会玩 对不起不一定的 为什么呢 玩够了之后 你有没有能力去玩其他 没有那么沉迷性的 或者说没有那么 或者说比他更有创造性的东西 你要有能力享受其他的才行 不然的话 他玩够了王者荣耀 那玩别的 马者荣耀 斗者荣耀什么都玩 继续在那个有限的空间 坦白讲 不管他怎么社交 什么多变化 其实来来去去就是那些了 他在这个以外 没有机会也没有能力 怎么说呢 比方说有人是所谓专家 我是相信的 是这样说 在他年轻的时候培养他 比方说欣赏音乐 艺术 阅读 思考 创造 当这样的话 那就不怕了 打了预防针 你成长的时候 你跟朋友的理由去玩吧 你不会满足啊 你觉得就这样啊 就这样吗 这样快乐就这样 那就快感 不叫快乐 那转头呢 你在这个以外 从阅读文字 创造音乐 看龙头凤围 里面来获得你最大的满足感 再说两遍 离卢老别人讲 更有 为什么跟你 但是你看 我就说这个 这个东西吧 我倒也那个 听人民网的 这个确实是值得警惕 而且你看 这个人民网都建议腾讯 学习那个不作恶的 这个互联网公司 所以说 干任何事 你确实得考 这个玩意太沉迷 对吧 的确是 可是就是 我觉得啊 事实上 你看这么多年游戏玩下来 就是说跟那个 枣胡那个原理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呢 也不至于怎么着 对吧 就是他是中间这个部分的 都玩 沉迷过一阵 但是呢 我就觉得 确实也有那个堕落下去的 而且当然 你能不能管那个叫堕落 就是 我怎么说呢 我们家亲戚里 有这么一个小孩 这个小孩啊 就是因为跟父母关系 就是也是特别对立 其实家庭就根本不跟父母说话 你知道他就已经到了24小时 不睡觉啊 那眼睛熬得跟夜猫子一样 玩玩游戏 然后就拿个汉堡包进这屋 跟父母不说话 然后后来 我跟他聊天 我真的是不太懂这个游戏的 这个沉迷魅力啊 他就说 他说 他说我将来就是要给我谋生的问题 我爹妈养不起 我没法养活我 他说只要 我要是遗产继承人 我要有钱 他说我就到那个世界去了 你没办法就是说 这个东西好玩的程度 可以到随着科技啊 这东西只能更加像真的 真实的人类社会一样啊 他完全在里面了 里面真实的社交 对他来说 已经活在另外一个 他认为真实的世界里了 对啊 他看见爹妈 他觉得像假的 你就是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直播见 来 伟杰 我突然想到很像是 就是我们少女时期 会看那个少女漫画 那个感觉 又有一种沉溺感 因为你得不到的那个世界 我觉得还有一个 就是小孩太想长大了 他很想做一些什么 然后就像我们在 还不能恋爱的时候 会偷翻那个少女漫画 在手机的时候 然后你就会有一种 很兴奋的感觉 还有你会跟同学交换 然后你就会沉溺在那个里面 那为什么想要沉溺在里面 因为你还要考试 你还要考大学连考 你还要考月考 你有各式各样的不如意 可是在那个不如意的 空档当中 我有一个小小的角落 可以让我觉得 在里面 我就是那个女主角 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中心 然后我也是里面最快乐的人 我觉得可能在游戏当中 因为我个人是不大玩游戏 但我觉得最能 对我来说 最能够连接在一起的 就是这个点 但我觉得确实是要管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都 咱们参考一下台湾的经验 台湾对这事 态度跟咱们内地差不多吗 我觉得台湾小孩子的孤单程度 好像确实没有 那个大陆的小孩高 因为台湾小孩如果一生 如果就是台湾没有 以前我们没有一胎化政策 这件事情 虽然竟然是开放二胎 但是我觉得孩子们之间的 陪伴 我是对于这个沉迷游戏 有啊一样有啊 台湾的这个政府 但我们没有下这些 任何的相关命令 但是社会上要宣传吗 不沉迷游戏 也没有就至少都没有看到这些要宣传或干嘛的 可能学校的教育里面就会有 台湾这样怎么能进步呢 所以我们就期许在沉沦 你说进步 我还真觉得这事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咱就扯远了 咱不说就给亡者荣耀了 我那天想你比如说那个诺兰拍的那个电影 就是星际穿越 外国人拍电影真认真 我昨天看了一个电影 就是一个纪录片 我才知道啊 他的这个电影里所有的情节都是有所本的 都是现在科学里的某种假说 比方说 我看的纪录片就是讲上帝 其实这个片子很好 它罗列出来 现在从科学出发最前沿的几种猜想 比如说一个是超显理论 有望统一宏观世界 微观世界 还有一个呢 是研究大脑神经的意识 因为认为人的上帝感 宗教感来自于大脑又孽叶的某一个位置的一个东西 等等 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 就是说电脑游戏论 这个在知乎上都有一个探讨 就是源于我们小时候有时候一种恐惧 就你走在路上的时候 你老会突然回头 因为你老怕你一走啊 后面就没有 但是在游戏里是这样的 游戏里的设定的视角 你看这个 那个就没有啊 对 那个就没有 可是呢 在量子力学的这个层次里 他们就讲啊 电视机 你看这是一个人 你把它无限放大啊 就是像素 就是像素 这种假说啊 科学家的假说 这种假说认为 有没有可能 我们所处 我们这些人呢 因为解析到最小 最微观的单位 全宇宙 都是同样的类似 叫量子 都是和原子 都是一样的 说这个东西 是谁造的呢 是我们自己 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未来 我们进化到了 四维空间的人类 我们最好玩的 就是设计我们自己 这个 人生啊 牛生 在三维里的这个游戏 就像那个 星际穿越 就是